欢迎收看百革大世界 马上来看看11月17号的重点新闻 针对新报的报道指出 既然单州副州大臣兼单州落实伊斯兰行事法技术委员会主席 穆哈姆阿玛建议发明断支器材以落实断支惩罚 穆哈姆阿玛今天否认曾经发表相关的言论 并表示反弹内容被歪曲 他澄清当时记者只是向他询问有关 有人建议用断头台的看法 而他当下只是回应将考虑一切的建议及可行性 无论如何这个言论箭报之后已经引发了各界的反弹 包括伊斯兰的复兴阵线 全球中庸运动基金会 和马来西亚穆斯林连线在内的多位穆斯林领袖都认为 这建议不切实际而且可能会影响伊斯兰的形象 你有没有因为一个人明明已经年过40 但还是被称为青年而感到疑惑呢 如果有呢那你要特别注意以下这则新闻了 青年机体育部部长凯里宣布 从2018年开始国家呢对青年的定义将会重新调整 超过30岁的人士将不被纳入这个范畴 目前呢大马队青年的定义是15岁到40岁 他指出呢调整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呢 20后的青年领袖接棒以及呢符合国际标准 下一则新闻 冰岛世七一家呢人人信赖的老字号面包品牌 被揭发生产工厂的卫生情况糟糕 不仅呢将有袋烘烤的面包随便放在厕所旁 部分材料随意放在布满老鼠屎的地面上 烘焙面包使用的油甚至还沾有毛发 目前呢这家供应周内多间面包店 茶室及咖啡店的面包厂 已经被宾州州卫生局勒令停业两个星期 以及罚款5000令吉 接着是国际新闻 美国纽约一名61岁的华人 星期日在地铁月台等车期间 被身穿黑色外套的男子推下轨道 惨遭那阵死路站的列车撞死 警方初步相信呢两人并不相识 暂时呢未确定凶徒的精神状况和动机 而闭路电视显示 凶徒行凶后呢坐巴士逃走 并在呢几条街外下车逃进一间杂货店 警方正查看附近商店的闭路电视片段追捕歹徒 另外呢根据美联社的统计 过去两年呢纽约地铁先后共呢 发生四起推人案件 由于呢这不是第一次发生有亚裔人士 遭人推下地铁轨道 因此呢有人担心事件涉及种族问题 天大地广 人与人要重逢都不容易了 更何况是和一只住在森林里的黑猩猩 这绝对不是电影桥段 而是真实发生在非洲雨林的故事 英国知名保育人士阿斯比诺尔呢 23年前 曾经因为呢让大猩猩抱着 当时只有一睡半的女儿坦息拍照 而引发了争议 这次呢他和女儿特地前往原始热带雨林中 寻找猩猩老友 他们呢乘坐小船呢沿岸呢 就是喊着猩猩的名字 没想到呢这两只猩猩真的出现了 让现年的25岁的坦息和猩猩 分隔12年之后能再次深情相拥 今天的新闻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看 更多新闻请留意百隔时事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